第328集 行 我们搬进闹鬼的屋子 其实屋子很不错 比我家的草物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呢 雪白的墙皮 在墙上贴着一些山水画 和明星的画报 水泥的墙面 非常的干净 大窗户玻璃透着光 这样的屋里 感觉明亮舒畅 几个大衣橱 从墙边上放着 那大衣橱比我都高出两头来 一张写字台 写字台上还放着一台黑白电视 一张大床托在写字台旁 桌上覆盖着崭新的被褥 真是有钱人 奶奶的 在卧室都放一台电视 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想想我们家的那台黑白电视 通常都是我爹管的 我爹怕费电 不准我们看太长时间了 我先围着屋子看了一圈 发现屋里没有什么异常 这时胖子拿出一个圆形 都是圈 中间是几根垂直的线 挂成串的小铃铛 我问胖子说 师兄啊 你拿的这个是什么玩意儿 看上去怪怪的 胖子说 嘿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是我的招鬼法器 专门用来招鬼用的 这个风铃挂在鬼门上 只要鬼一来 风铃就会晃动 能起到警报的作用 胖子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风铃招鬼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在古代的道观 或者寺庙里 屋檐下 塔楼上都会挂上风铃 在晚上的时候 风一吹就会发出声音 那声音低沉而悠扬 那些孤魂野鬼听到风铃声 就会聚集到寺庙里 聆听道法或者佛法 心生善念 消除怨念 或者投胎 或者归于阴间地府 其实风铃不光有招鬼的作用 作为吉祥物 确实能化解土杀 而且还能达到招财尽宝 招贵的作用 土杀 在风水中是比较常见的煞气 包含范围广 影响作用大 土杀的表现形式有 房屋周围 有比较高的建筑围绕 周围有公厕 有公厕或较大的垃圾站 有多处污秽会或医院 冰仪厂等场所 室内有大梁压桌压床等 但应大多数人都有聚鬼的心理 所以一般人是不敢使用风铃的 但若能正确地使用方法挂风铃 是不会招鬼 东北方和西南方为鬼门关 买一栋房子 都有外鬼门及内鬼门 外鬼门指的是东北方 内鬼门指的是西南方 而从外鬼门 东北方画一条线 到对角内鬼门的西南方 这条线称之为鬼线 而室内的洋宅中 外居外鬼门 内鬼门 或鬼在县的区域 都属于雄伟 如果大门开 此时两方再挂上风铃 是招鬼魂的 所以大门开在东北方 或者西南方的 不宜在家门口挂风铃 不过事情也不是绝对的 任何事情有好也有坏 比如风铃可以招鬼 也可以送鬼 如果家中感觉到有鬼 可以把风铃挂在鬼门处 鬼听到风铃声 就会被声音吸引 出鬼门进入往生的世界 但此方法只能判断出 家中有鬼以后才能使用 把鬼驱赶走了之后 就不要再用了 否则鬼门为的风铃 又将鬼魂招来了 胖子搬来了椅子 他站在椅子上 把风铃挂在了屋里的西南角的电线上 一边挂一边还嘟囔着 嗯 这个商吊鬼 按说应该是内鬼 挂在内鬼门容易招来 商吊鬼你今晚一定要来 我胖爷等着你 说完之后对我说 师弟啊 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耳朵听着点 鬼一出现 这铃铛就能感受到诡计 然后就会叮当的响 到时候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千万记住 就是那个女鬼跑到你跟前了 也不能动一下 把那个女鬼交给我 让我来抓女鬼 记住啊 一定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把鬼吓不好了 咱们就抓不到了 我向胖子保证 一定不乱动 胖子听了之后点了点头 我们在那里看电视 一直看到晚上十二点停台了 哪时候 电视晚上十二点之后啊 就没有节目了 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 类似于钟表的东西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记忆 我们开始睡觉了 胖子睡在东头 我睡在西头 胖子对我说 师弟啊 女人小耳朵灵 我看你就别睡了 只要听见风铃的声音 你直接用脚踹我几下 我就会起来抓鬼了 胖子和我说完话 蒙头就呼呼大睡 而我躺在那里 睁着眼睛不睡觉 斜看着挂在电线上的风铃 幸好田大柜家的店 用不着我们花钱 晚上亮着灯 也不会有人管的 所以我就没有关灯 就那么亮着 以往鬼出现的时候 蜡烛总是会出现变化 变得暗淡无光 透着阴森森的诡计 我想 电灯泡不会这样 我盯着风铃看了大半天 风铃都一动不动 屋里的门窗关着 不会有什么风的 风铃是肯定不会动的 于是我就不管他了 这时胖子在那头传来了呼噜声 看样子他已经是睡着了 他不管风铃的事 想把我当傻小子使唤 干脆啊 我也睡觉 都说傻小子睡两行 全凭火力状 方大爷一个人住呢 鬼是不敢来的 我们两个小伙子住 鬼肯定也不敢来 想到这里我闭着眼睛 就在那里睡觉了 就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声轻微的风铃声 那声音不大 不过我当时还是一下子惊醒了 赶紧地睁开眼朝四周看 没有看到女鬼 屋里的一切正常 灯光照在屋里还是那个样 我心里想是自己吓唬自己 于是又闭着眼睛睡觉了 就在这时啊 听见挂在东南角的风铃又响 叮铃铃地响个不停 因为风铃是招鬼的 所以那声音一响起来 特别的瘆人 在我耳朵里不亚于晴天霹雳 我赶紧地睁开眼 朝着风铃望去 那风铃还挂在电线上 在那里轻轻地转着 风铃上的铃铛似乎 被人用手来回的晃动一样 在那里不停地动着 发出响声 这时我忽然感觉到 阴风阵阵 屋里的灯光似乎暗淡了许多 屋里关着门窗 怎么会有风呢 我想看看风是从哪里吹过来 赶紧转头到处看 这时头顶上的灯泡闪了几下 变得惨白了起 屋里的温度骤然降低 这是鬼出现的前奏 这种感觉我很熟悉 果不其然 我听见有一个阴森森的声音 呼喊了 我死得好冤啊 那声音音森而恐怖 像是冷到了极点 听那个阴森的声音 好像是从大衣柜里传出来 难道 大衣柜里有鬼 想到这里我赶紧看向大衣柜 只见 那比我还高的大衣柜的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打开了 在大衣柜里 还挂着一件白裙子 那件白裙子 好像悬在大衣柜里 上面血迹斑斑 在大衣柜里 来回晃动着 我当时头皮就炸了起来 心想大衣柜里 怎么会挂着 这么一件怪异的衣服呢 我赶紧地仔细看去 这一仔细地看 不是什么衣服 只见在裙子上面 还有一个长满长发的脑袋 只见脑袋低垂着 极度的阴森 长发下是一张惨白的脸 就像是纸一样的白 了知眼睛整个的眼球都弹出来了 在眼角下是两横血泪 一条星红的舌头伸到胸前 身子吊在衣柜上 双手低垂着 双脚伸得直直地 在大衣柜里来回地晃着 我的耳边不断地响起 吊死鬼那恐怖阴冷的哭声 说不出的惊悚 这时那头的胖子还在呼呼打睡 我想喊胖子 可是想起胖子不要让我出声 于是我就用脚踹胖子 可是胖子跟死猪似的 我怎么踹都踹不行啊 我是真的急了 大叫了一声 师兄 鬼来了 我一边大声地喊 一边用脚踹在那里睡觉的胖子 胖子还真叫我踹醒了 他醒来之后呢 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嘴里说道 师弟 是不是女鬼来了 我赶紧说 是啊 女鬼来了 师弟 女鬼在哪 你让开 让我来抓那个女鬼 说着话 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 手掐着道绝 嘴里念念有词 用那双母猪眼 四处看 我指着大衣柜说 师兄 那女吊死鬼就在 说到这里啊 我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那大衣柜 关得好好的 都原来一个样 好像根本就没有打开过 真是奇怪了啊 我刚刚明明看见 大衣柜的门是打开的 女鬼就在大衣柜里吊着呢 像荡秋千一样 来回地荡着 可转眼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胖子问我道 师弟 快说呀 鬼在哪里啊 师兄我用道法降住他 鬼 鬼 鬼刚才还在大衣柜里 可转眼间就没有了 胖子一听 整个的人都泄气了 无可奈何地说 哎呀 师弟 你呀 你呀 就是年轻 胆子小 这么一炸火 什么鬼都被你吓跑了 我睡前都对你说过了 见到鬼啊 不要出声 你轻轻地用脚动机下 我就醒了 然后啊 咱们趁机抓女鬼 让田大贵看看咱们的本领 可你倒好 又是喊又是踹呢 动机弄得太大了 这下的女鬼跑了吧 看来啊 今天晚上咱们是白搭了 睡觉睡觉 只能明天晚上再抓女鬼了 哎 早知道你胆子这么小 我就不带你一起来了 想当年 我遇到两个僵尸的时候 说到这里啊 胖子戛然而止 因为他说过 当年他见两个僵尸 也下尿了裤子 再拿这个吹牛的话 非炸了不可 我有些气闹地说 谁说我胆子小了 是你睡觉睡得死性 刚才你睡得跟头死猪似的 我用脚踹你你都不行 反过来你还说我 师弟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胖子睡觉最灵性了 睡一夜觉 连过去几只耗子 我都能数得清 你自己胆小啊 就不要找理由了 人都有胆小的时候啊 以后你想混社会啊 胆子这么小 可不行啊 胖子就是属猪八戒的 被倒打一耙 本来他睡觉睡得死 现在都成了我的错了 我想和他争执 没想到胖子说 行了行了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女鬼跑了就跑了 这事不怪你啊 咱们明天晚上 继续说 现在 我该睡觉了 说这话 胖子不管不顾的 就去睡觉了 而我则坐在那里 生闷气 刚才明明看见 那个女鬼在大衣柜里吊着 可转眼见 大衣柜的门就关上了 那女鬼也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正是因为女鬼消失不见了 胖子倒打一耙 说我胆子行 瞎咋活 把女鬼给吓跑了 我心里越想越气 就觉得自己一股的气 冲上了脑门 心里想 不能做胆小鬼 我得打开那个大衣柜的门 看看里边 看看那个女鬼 还在不在 这时胖子那头 又传过来打呼噜的声音 他心大 倒头就睡 我不管胖子 自个儿下了床 朝那大衣柜走了过去 这时的屋里啊 非常的静谧 吊根真都能听得见 我走到了大衣柜的旁边 伸手 想拉开大衣柜的把柄 可当我手伸出去的时候啊 一下子又犹豫了 害怕那个女吊死鬼 就躲在大衣柜的后边 我拉开大衣柜门的时候 会忽然扑向我 掐我的脖子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 师父教给我的护身咒 就决定 请祖师爷保护我 我用手在地上画了一个腕子 然后用脚使劲地剁了三下 这个请神剁脚 是为了让神仙听见 下来救苦救难 我剁完脚 然后手掐倒印 嘴里念叨 前护身 后护身 身披八卦 并乾坤 上有玉皇 中奎丽 下有一位 黑煞神 东请太郎神一位 南请太定 火帝君 西请佛陀来相处 北有香光 二郎神 四大护法来护驾 八大金刚来护身 鬼怪与我化为水 央煞见我化成灰 五经念动护身法 杀紧妖魔 占鬼魂 无封 太上紫微大帝 急急如律令 我故意念了一个神仙多的护身咒 这样就可以多请个神仙 我请神的时候脚都堕麻了 希望神仙能听见 下来救苦救难 哪怕是派个小神仙 也能降助女吊死鬼 我请完了神仙 也不知道请来了没有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在心里就安稳了许多 我心想 有神仙护体 自然不用再怕什么女鬼 于是我壮着胆子 一下子打开了大衣柜的门 由于我用劲过大了 大衣柜的门打开之后 带着一股阴风哭面而来 我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碜 身后的风铃一阵乱响 当我打完寒碜之后 感觉浑身的劲儿像是被卸去了一样 两个肩膀子冰凉 像是两只冰灵的手抓在肩膀上 我当时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才稳住了心神 仔细地看起来 卸天卸地 大衣柱里什么都没有 那个吓死人的女吊死鬼也没有出现 接着呀 我往我身子的左右看了看 什么都没有 我这才放下心来 仔细地查看旁边的几个大衣柜 真是不知道 天大柜家为什么要对着床放大衣柜 巨大的衣柜其中还有一个镜子 这样的衣柜对着床 在风水上不是很好 不过此时不是看风水的时候 当我走到中间的大衣柜 忽然看到镜子里 有一个白影子 好像趴在我的身上 那白影子披头散发的 不过只是一瞬 身后就什么都没有 我吓得差点跳起来 仔细地看镜子 镜子里就我自己 看来我刚才是疑神疑鬼的看错了 我摇着头刚要走呢 突然听见我的耳边有一个女人 用一种诡异的声音说道 来了就别走了 咱们一起拉拉锅 这一句话 差点把我吓失了哭了 看来女鬼就躲在大衣柜里 我赶紧地回神朝大衣柜里看 衣柜里还是什么都没有 空荡荡的 这时忽然发现 有点不对劲 那衣柜里 怎么会多出一根绳子呀 那是一根 晚成绳套的绳子 绳套不大 差不多能放进去一个脑袋呀 绳套在那里来回地晃了 我有一种 想把头放进去的欲望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 赶紧地摇摇头 这一摇头 我心里更乱了 那绳套好像有无穷的吸引力 到底能不能放进去我的脑袋呢 我热切地想要去试试 我的内心在挣扎 理智终于没有战胜任性 我心已决 试试就试试 想到这里 我脉腿朝绳套走去 马上就要套住自己的脖子了 不知为什么 心里没那么愉快了 我几步走到了大衣橱里 看到那绳套 好像是专门按照我的身高设定 我只要往前一伸头 就可以把绳套套进脖子里 心里想着 让绳套勒紧自己的脖子 让自己不能呼吸 那肯定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 想到这里 我当时就恨不得 把头伸进绳套 去享受勒紧脖子的感觉 那种心里暗示是越来越强烈了 我双手抓着绳套 就要往里伸脖子 这时一个女人在我耳边说 伸脖子 伸脖子 那个声音说话带着一股阴风 吹得我耳朵冰凉 我短时心里一动 李痴告诉我 不能把脖子伸进绳套 想到这里 我没有伸脖子 而是把手脖子伸进去了 刚把手脖子伸进绳套里 那绳套当时就勒得死死的 把我的手臂勒得生疼 那个女的又在我的耳边喊 勒错了 勒错了 不是手脖子 是你的脖子 这几句话 让我更加清醒 我心里一机灵 知道自己这是着了女鬼的道 被女鬼鬼迷心敲 差点把自己给勒死 想到这里 我就大声地骂道 去你奶奶个熊的 我就勒手脖子 你能怎么的 说完 我朝着大衣柜里 吐了几口吐沫 清醒过来的我 只见手紧紧地被绳套勒住 仔细地看的绳套是一条乌黑的麻绳 这种绳子是用麻的皮搓成的绳子 小时候老头都喜欢加工这种绳子 把搁来的麻泡在水里 等麻皮松软了 把麻皮剥下来 然后搓成绳 这样的绳子 非常的坚韧耐磨 也十分的轻便 上吊人喜欢用这种的绳子 因为很细的一根绳子 就能把人吊死在树上 绝对不会吊到一半就断了 这对一心想死的人来说 不知是好事呢 还是悲哀 感谢观看